来,看见没有,看表哥来撒一网,现在这个桥比较高,所以网的话就用大网,这是一款6米长的网,两指的网眼,重量是5斤,又是大飞盘,盘子要放紧,网样先就好。 这个网的话呢,适合撒10米高度以上的桥,这个网的话桥太暴散了,网大的话就是专达高桥,桥要高一点才好撒。 漂亮,这个网把撒撒开了啊,开顶了,但是呢,在落下去的时候吧,因为我这边是,这边是顶峰啊,然后网会,会有点被吹回来啊。 水水顶峰,没办法这个。 这个姜面还是挺宽的啊。 好,稍微收了啊。 来看一下有没有鱼啊,有鱼的话,帮我们点点恒心呗。 有了,哎,有鱼,有一条了啊。 哎,好像有两条,一条啊。 他们只有一条。 我早看出两条了。 我早看出有两条了。 我早看出有两条了。 你还有一条小的。 应该没看错吧。 。 挖上来就知道了啊。 啊。 我那时候要注意啊。 看,下面有管子。 管子折住了没,看不清了。 挖住了。 可以挖住了。 可以挖一下。 我还要挖住了。 那边挖住了。 看看我们的小羊 小的那只是去年下的 这两只的话是前年的 昨天下了很大一场雨 把这个羊圈呢给吹塌了 然后今天把它修补一下 这是几个烂瓦 废旧利用 我们现在到那个羊圈那里去 看这地下的 这是全部昨天起风的时候 把这瓦呀全部吹烂了 我们今天就专门来修补羊圈 你们看这 这有的地方是大多数都是被那个山羊 用那个羊脚顶过的 也有一部分是被风吹垮的 今天我们来给这个羊圈加固一下 你看这一边这一边 这到处都是闪躲的这十面瓦的炸 这瓦不行啊 主要还是做羊圈的话 我看我看还是用起皮瓦要好一些 咱们开稿啊 户外用电的话 用这种电瓶转家用电就非常好啊 弄完了以后把它一插 走到哪里 用到哪里 很方便啊 看着不好看 但是能遮风挡雨就行 这没办法呀 我们这边冬天特别冷 几乎能搭到零下 我们这边是干冷干冷的 冷的冷的不得了 一会的话就像这种地方 有缝隙呢 就把搞点十面瓦呀 给它压住啊 这个羊圈呢 大概就这个样搭起来的 刚开始的时候底下已经全部没有了 瓦全部被这个羊脚撞了 所以这次的话我们设计了一下 我就把这个废料啊 直接把它放到底下 像这种铁皮瓦的话 它撞的话要好一点 上面呢 用十面瓦 虽然说是缝缝补补啊 不是很好看的 但是也有一个偷风的效果 因为羊它稍微比较大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你们的观看 留下你们的小红心 一起见证我们的小羊 今年能在这个羊圈里面呢